喂 怎么还没当 前面就是了 小的 货家全馆可不是一般人能来的 当了 这么冷清啊 难怪我找不到 姑娘 人呢 喂 嫂记得啊 你们馆主呢 喂 不过你话呢 不云情柔 下巴 吞吐承儿那个人 是个高手 你来货家全馆干什么呀 我听说 货家全馆高手很多 我是来拜师的 走 过去看看 那人家为什么要收你啊 我资质很高 从南打到北 从没输过 不理我 让我试您几招 驾 资质高 我就是说这小子不行 看看再说 此只高 站都站不稳 师父的金钟让 要更厉害了 喂 把自己做到龟殼里 算什么功夫啊 再来 这小子的内剑 怎么想货家内功新发 这小子从哪儿学的 爹 你是不是看错了 下次见门记得敲门 大爷 大爷你很厉害啊 能不能教我功夫啊 走吧 开门 不开门我一拳打破你的门 别烦我了 我还有草地呢 你 你大爷 明天再来 大爷 我有那么老吗 臭小子 全都这么硬 要不是我用了金钟罩 我不肯是个想啊 走了 你们俩出来吧 爹 师傅 你们 又偷跑出去了 我 爹 你怎么了 别提了 不知道到哪儿来的臭小子 一见面就动手 下手也没个轻重 奇怪了 他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呀 真是 我 他就 看他 我咋干嘛呢 一个小子 你确定 就他一个人吗 那小子逆大无穷 那一个人赶烦我们好几十个兄弟 尤其是他的右手 那么大一尊石像 竟 竟 应该好好休息 为什么 为什么 休息了 还不走 谢谢白风队 谢谢宣摩洛大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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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霸道有三 弃走七分 只有一种内力 才能引出这样的全景 傲气寂寞 十四年 终于出现了 这黑玉晖算什么东西 咱们在这地盘多少年了 现在凭什么他们输了算 二位 十四年前 这黑玉晖的血魔罗 以一人之力 利措九派十二宗舞会上三门 不可小觑啊 四马老哥 那都是说书的瞎编哪 你听书归听书 可别太入戏啊 可我心里总感觉不踏实 怕什么 今天我们东南四大帮派汇聚一堂 有什么好顾虑的 等天一亮 杀数就再说 青石帮的八大铁布山 昨天就到了 还有玄武帮的四大金刚也到齐了 十二隐堂的人正在路上 再加上这些洋枪洋炮 这次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黑玉晖喽 老二 老二 你搞什么呀 老二 怎么回事 怎么一点东西都没有了 去看看 我说你们 来 怎么会这样 谁干的 你 说吧 那小子在哪儿 敢说的我都说了 那小子 那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 不是我们的人 既然不知道 那就回去休息吧 好 回去 好 人呢 去哪儿了 你 我的忆讯 我早就饿了 啊 我